就参考了我们Facebook 然后我们就不追溯了 这边的话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Hiton街内有一个新的功能 由于我们最近通报很多的漏洞 都有厂张的联系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提供了这个 企业帐号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的企业未来想要说 收到漏洞的通报是能够比较顺畅 因为有时候我们联络 这些收看单位有时候也不好联络 也怕窗口错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登录你的企业帐号 那以后在联系上会更顺畅 好 今天的talk就分两个 我就把时间留下来 因为等一下非常精彩 那请注意一件事情 等一下是不能拍照的 你要拍的话 你可以拍直播 你可以直播的影片 请不要现场拍照 现场需要拍照之后 我们工作人员拍照 这是尊敬我们的讲师 远远他们讲完之后 对了对了 这是个攻击的我们讲APP 我们要避免政治营助说 我们都不讲北韩 我们讲北投就好 北投金小胖的故事 所以等一下提到北投金小胖 就是代号 cone name 就是刚刚讲那个国家 我们的目标是 希望做资料的技术分析 我不想先知道那些自治问题 免得被带乱的事 不要上上去 所以等一下 这两场非常精彩的talker 就是讲北投金小胖 跟他的快乐伙伴故事 然后欢迎 第一场TDI逛开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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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我就把握时间都快开始 然后 我如果时间到了没讲完 我会继续讲表去 所以你们如果受不了 就可以休息一下 没关系 那这次的题目是 就是那个 追 turtle chasing the bad guys bron 莫加拉到哥斯大邻架 就是 就是正恩追踪 这群攻击Swift转造系统的人 然后关于他们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转转 那大家好 我叫TT 我现在是台湾开座协会的理事长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这边跟各位分享 那我就直接进入史兰内 那这是工商服务 刚Berman已经讲过 我就不赞述 然后因为这是有关 有提到这个 这是我们讲的可能跟北投金小胖有关 所以不自杀声明 就是本人不会自杀 对 好 那这个场地其实让我很怀念 那我们可以追溯到 Acom的2008 这是十年前 十年前 然后左一是Berman 刚刚Berman Berman Berlin 那中间是我们主办人十年前的样子 然后 呃 右边是我十年前一样在这台上 这样他好像换过 这个好像换过 那 但是在同位场地 然后十年前的一趟我们就在这边办 那 呃 对 十年前我在讲这个 呃 云端不安全 然后 对 所以 对 这个场地对我们来说 利益很特别 好 十年很快就过 但Berman好像没什么变 好 那为什么 因为就开始讲这个研究呢 我一开始就提一下这个元旗 我们怎么开始 第一个 这个元旗其实是源自于这个活动 那这边我做了一些马赛歌 因为呃 这间 Kaspersky 他们其实是蛮 呃 第一个是 呃 这一路活动的内容 其实是没有公开的 完完全全没有公开 而且他不是可以报名的活动 他是邀请制的 然后 呃 那 那 我很荣幸的有受到邀请 今年很荣幸受邀请 然后 在四月初的时候 呃 就飞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然后参加了一个Kaspersky 的Security Analyst 上面 那 呃 非常稳贵 还要出钱 被邀请 还要出钱 还要飞到那边 那今年是在一个叫 圣马丁的地方 然后在圣马丁地带 然后 呃 圣马丁是一个 在加勒迪海的一个小岛 所以飞到那边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然后两天会议参加 我们就回来了 然后我也可能是现场唯一 去到那边 连泳裤都没有带 好 那呃 对 那其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 连泳会扮在一个那么 偏低的地方 那但是 对 那这一趟去其实收获很多 那特别是这一趟 那这一趟演讲就是 呃 这个题目是 我们是 我完全全是 就是 用那个Kaspersky Lab的题目 那 他们主要就是在追踪Suite的这个东西 而且在那场Talk里面呢 邀请到了三位专家来讲 第一个是Suite 就是Suite的公司的代表 来讲Suite 然后BaeSystem是针对 莫加拉银行事件 有经过他们有去调查分析 所以他也到现场来分享一些 面位的分析 然后 然后Vitalik Kampeluk 这位是Kaspersky Lab Great Team的一个director 然后他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研究员 然后他也是那个 去年Econ Pacific的speaker 他那场演讲非常非常精彩 好 那 对 那这样 这样演讲在当天讲完之后呢 Kaspersky发布了这篇报告 然后他们讲 The world is under the hood 就是他们在公布 他们就把讲的内容 公布在 用这篇报告来发布 但是其实Suite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在报告里面其实都没有 然后那些内容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但是 但是就是 就是 跟各位不好意思 就是 那个Suite里面其实是 没有没有没有公开的 好 那 对 那这篇报告 发布了之后呢 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效应 产生一些效应 各国的媒体开始报导 包括台湾的媒体开始报导 那我那天朋友去 那天我在 朋友的地方参加会议 然后 我第一天参加会议 我们睡觉 隔天还会醒来 就收到一个讯息 就问我说 哎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台湾的银行又受患 那台湾到底哪些银行受患 那这个Suite里面的转账事件 到底对台湾的影响多大 然后台湾有关联的人是谁 那 那我就收到各方不同的讯息 然后再问这个 然后 也导致了 我们一看内部就是在 我们就聚在一起 那 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那 最后我们就决定 好吧 我们来办一个BFORG 然后 所以我们就 对 有了今天的活动 好 这就是元气 那 这边特别感谢 Kaspersky Lab 还有Grey Team Grey Team 是一个全世界 是非常有名的研究团队 再来Kaspersky Lab 好 那我们赶快介绍前行提药 前行提药 好 那 前行提药 这边 讲的大概就是 这一 这一页讲的就是 Suite的转账 那它是一个全球最普遍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机制和系统 然后 各银行间只要加入Suite 然后 使用它提供的系统 我们就可以 很 很简单快速有效的做跨国之间的转账 好 那转账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 发送船会送一个 这是这一个事件里面 就是 发送船会送一个通知 然后到 然后 再一个到USBANK 然后USBANK 他的他的目的地是要到一个Obshaw的Bank 那其实是一个贝利品的银行 那 反正他的流程大概是这样 那 我就直接来讲他的那个 这个事件的回顾 那 这个事件其实已经发生了超过一年了 那在这一年中 我相信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出来 也都像 有很多人已经做过这样的 呃研究还有分析 那 所以我就快速的提一下 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是 孟加拉有一间银行 有一天就被爆出一个新闻 就是上被转账的 呃 超过80个米脸 好 那 那 嗯 美金的 的 的金额 那 他的事情发生在2016年2月 孟加拉银行 在美国联邦 储备银行的账户里面的钱 被转走了 那 这一个 嗯 恶意转恶意的转照行为呢 一开始其实是转了 951个米脸 好 就是将近一个billion 将近10亿的美金 将近10亿的美金要转走 好 那 通过sweet 内卧要把这个金额转走 好 那 呃 前面的5个transaction 就是5个交易呢 其实是成功的 成功的 然后 这5个交易呢 总共转了 呃 101个米脸 好 那 呃 前面的101个米脸里面呢 呃前面20个米脸是转到斯里拉卡的一个银行 但是 这个20个米脸被追回来 好 那 在 那另外情况的81个米脸呢 是转到菲律宾的银行 而且 呃之后就又被转到了一个赌场 然后从赌场领出来 然后赌场又被转走 所以 这81个米脸是确定被转偷走 然后是 是 呃 当时是 真确定 已经就是被偷走的钱 然后 那这之后呢 还有其他的30个transaction 就被 呃 美国 呃 呃 储备 营业 打掉 那 后面其实有 有高达850个米脸的金额是被打掉 哦 还好也被打掉 好 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那个 呃 其实那个赌场也被受 被受关注 然后 当然 政府也去找上他们 那之后赌场呢 那也归还了15个米脸 15个米脸 那所以 821减到15 其实还有很大的金额 是追负回来的 到现在都追负回来 所以 确定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环像是遗失的 好 这就是事情的发生 那 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攻击者呢 他入侵的那个 那个 应该的银行 就是孟佳奥的那些银行 好 那 那在这银行呢 他就在这银行里面 透过对SWIFT系统的了解 然后就做转账 然后 转到一个Firming银行 然后透过赌场 然后 然后 转离出来 那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越南就已经银行跳出来 就是 他说 在这个孟佳奥的事件之前 我也被入侵 然后我也被受到一样的攻击 但是我们打掉 我的程中反而打掉 然后就在这陆续 大家都跳出来 然后很多人就说 其实 不止他们 也不止孟佳奥的银行 那 SWIFT的最后也 有公开的讲到就是 这些攻击持续发生中 不是只有孟佳奥而已 还有很多很多国家 都遭 的银行都遭受这样的攻击 那 手法都很类似 然后也是针对SWIFT的中障 我叫做攻击 那 那研究就对如雪花翻出来 那这也是其中研究 然后 这个研究是 拉拉文理公司 然后 那他们是令这个攻击到北韩 那个北韩 不好意思 北韩 好 然后那个 SAMI-TEC 当然也有发布 这也是相关的研究 然后 都有兴趣都可以去看 那 那今天其实 我代表 其实是今天的演讲 我要先讲一下 可是今天演讲 不代表Kaspersky Lab 就是纯粹 我的角度 我来读一些报告 然后读一些公开报告 参加来会议 然后把我的资料整理 然后当然有Kaspersky Lab的帮忙 然后我们有直接跟他们联系 那也帮忙来呈现 用技术的角度来呈现 所以在Kaspersky Lab的报告 其实什么 到我都没有提到哪个国家 那 但是 通通 我们今天就是通通用证据来说 那他到底是不是没有国家 后面那一场的 特别的会给各位更多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好 好 那Kaspersky Lab 其实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调查 孟佳银行事件 他没有直接调查孟佳银行事件 孟佳银行事件是由另外一家公司去调查的 那 各位可以去报告 应该可以找到 那 但是呢 Kaspersky Lab 他们在同时间 他们在同时间发 发现了两个其他事件 然后一个是针对东南亚的银行做攻击 然后另外一个是针对欧洲的银行做攻击 那这两个事件里面呢 他们发现 时间点有类似 Mailware很类似 几乎是一样 他有一样的Mailware 然后第二个是 他们的中细在使用的价格也很类似 再次他们手法也相当类似 所以他们透过 有很多的证据显示 这是他们 这些这个事件是 跟Kaspersky Lab 直接有相关 所以他们就透过针对 特别是东南亚的银行 他们有直接的合作 直接的事件调查 然后追踪 然后 所以他们跟 他们在大部分报告里面清 都是这一家 在这家东南亚的银行里面 调查的结果 但是有很多证据显示 这些结果 都和孟雅的哪些是相关的 所以 他们就透过这样的研究 来揭露这次行动的 这次攻击的所有的细节 包括二层识到 手绑到 告诉他们 怎么去控制这些细统 怎么入侵的 所以 对 等下的内容 大概是基于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并不是直接调查 但是 有其他受害者 其他受害者 然后他们在其他受害者里面 看到了手绑 然后来公布 那 那这些相似 他们在 他们有集了很多的证据 比如说 左边是 BAE系统 BAE system 他们的研究 在 他们研究中加 事件的一些 一个 一个 二一城市 的 库 他的城市 然后 然后右边呢 是他们 Kaspersky的客户 然后 在 最后的内容 发现二一城市 然后发现 这两只二一城市 就是针对 所以 攻击的二一城市 很类似 很类似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他很类似吗 第一排 可能觉得他还不太像 但最后一排 我相信他是一样 那 对 那 反正就是 我们 都觉得他很像 就不像他没关系 好 那 第二个证据是 在莫加银行事件 有一个 Magic Number 一样是在二一城市 发现 就是这个 0XA0B0 C0D0 这一个 Magic Number 然后 一样在 东南洋 那间银行的 二一城市 一样用这个 Keya 所以 这也是非常类似的 那这些 其实 这都是 还蛮强的一个证据 就是 他们是相关的 那这个证据是 完全是 几乎一样 那左边是 Norvita 这些公司公布的 根据 追踪这个族群 的 二一城市的 一个 城市的片段 然后 右边是在 东南亚的银行里面 找到 二一城市的片段 其实是一样 所以 他们有很多很多 证据都显示 他们的 在这些东南亚银行里面 陆星的 证据 的证据都是指向 看更加烟的效果 好 那今天的重点就是 就是 汇报在 攻击手法的分析 攻击手法的分析 那 攻击手法我们通常称 TTP 就是 Technics and Procedures 那 TTP 就是他们的 攻击手法 从上路线的时候 手法一直到 当然把东西脱走的手法 都包含三年 好 那第一个 攻击手法 我第一个想要讲的呢 其实就是 针对 Swift 系统 的攻击 针对Swift 系统 攻击 那 这一个呢 是一个Swift 城市 他们的 等一个 BL BL 是 LIB ORADB 使用的 ORADB 然后呢 这一个 这个程序片段呢 其实是在做Data Embedded Check 就是在 他们每一天 他们每一个转账 然后每一天 都会去 有 检查 他的 他的 他的一致性 那 假设检查不过 那就会发出了 所以 其实是有检查机制的 其实是有检查机制的 但是 这群攻击手 熟悉到 这个 检查机制 他都很了解 然后呢 他想办法 去把这个检查机制 给Page 所以 这边就是原来检查机制的流程 基本上就是 有一个 完整性的检查 然后 假设Page 不是OK的话 就会调水警告 好 然后 对 这个呢 其实对了 外星人 基本上就是在讲说 检查检查 不过 他会去 那边去说一些事情 那 那 那这是原来 就是 refund 出入的流程是这样走的 就是 就是 检查如果过的话 然后就是 不会 不会被设定的出入 然后就 refund 那这是 boss的状况 就是检查 如果过的时候 他就会 跳到败 然后 然后 对 会有一些fail的 之后的过去动作 那是 前次检查的流程 然后 他们就是做这个Page 就是 NOP 就是把 檢查要整 补药 那 会让他的检查 完全全就是 每次的检查 回来的结果 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 不管他检查 整个收入 最后结果都是正确的 好 那这一个Page的片段 是在孟佳银行里面发现 孟佳银行里面发现 那 这个Page稍微的 嗯 那个 基础了一点 然后 另外一个 更新的Page 就是在其他银行发现的Page 又更简单 而且技巧更高 他只是Page Page一个指令的地方 就是JND 然后让他每一次都 跳到那个 正确的回应 那不同 就是没关系 那个 这个有个传组 就是 很清楚 就是当 当检查错误的时候 走的是右边 然后检查正确的时候 走的是左边 那Page的意思就是呢 每次都是走左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可以打到 那所以呢 呃 这个攻击层 他们 呃 做的事情就是 在那个系统 他把Swift 程式 的 记忆体 还有档案 都Page掉 都Page掉 所以呢 这个 他们程式 其实是不会放出额恶 不会放出额恶 那不会放出额恶的状况下呢 他们就可以去做转战 而且不会被放弃 好 那这是那个 Dee System 整理的一个流程图 然后 首先 他们就是 这个流程就是 都会更清楚 就是 他们的手法就是 呃 进到一个环境里面呢 他会先找到 Swift Alliance Access Software 就是 每一个Swift 会有 营航会 他们都会在 这台机器 然后这台机器上 投的呢 就是Swift 这些公司提供的一个软体 那 这软体叫Swift Alliance Access Software 那 Swift Alliance Access 就是 跑在某一机器上 然后这台机器呢 呃 这一个 会想办法入侵他 想办法入侵他 然后 继续呢 那第一个动作呢 他会先把Complete 的检查 了解他的一些Complete 设定 然后呢 再来是 在这个SERV上 植入一些21程式 然后 这次21程式做的事情 我刚刚讲的 会去patch掉 那个说 那些检查机制 检查机制 那 那在这一事故的时候呢 呃 他就是让这次程式 持续的运作 然后 那patch的 范围不只是刚刚的检查 其实 每一个Swift 呃 发送出去的时候 都会有 呃 他都会有实体的印表机 会把这个讯息列印出来 那这支程式呢 呃 仔细到 他连这个列印出来的讯息呢 都patch掉了 都patch掉了 所以会导致 导致呃 很多的检查 其实你看印出来的东西 其实也看到了 是他修改过的 所以你不会发现那种异常 然后 然后再来是呢 他会去 对 他做完Transaction之后呢 他会去DB 把这个Transaction 看掉 要把它烧掉 所以 他的手法是非常非常细心 然后 考虑到很多很多层面 然后让你不会发现 所以 所以这个 针对15的攻击者流程 大概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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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Casplus 11 其实又对 这个 这个银行 去做东南亚银行 做一些 那个 Brancit 的协助 世界调查协助 然后 这边就是一些细节 然后快速的把这些 手法讲一下 因为我为什么要听我这些手法 就是 假设这个攻击者 进到你的环境 他先锁定的是你的话 那也许这些手法 你通过这些手法的了解 也许 看某个 呃 因为那些手法是 他们不容易变更 那同一群人 他们会常常用 使用类似的手法 所以针对这些手法的了解 其实你可以 呃 看看你的环境里面 是只有这样的事情 要保证 那 第一个手法呢 是 呃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们 也很直接的讲说 呃 这群人并不是所有的 二维城市 他们都有掌握到 因为这群人非常善于 把只能积磨除 所以 呃 很多 党案情商已经找不到 就被外移掉了 好 那再一次呢 呃 那个这群攻击者 突然发现 他们其实同时间 用同样的手法 再打多些银行 不只是孟佳 那至少就是东南洋 这些银行 然后还有欧洲银行 还有 孟佳的银行 都是在同类似的时间内 被这群人 一定用类似的手法 被入侵 然后再 然后被 被 呃 然后呢 这些银行 其实他们被入侵的期间 超过7个月 7个月的时间 都在里面 那 然后呢 他们的手法常常会把 二维城市 那边放在C的 呃 C的 呃 C猫的MSO10的目标项目 我这是他们说吧 好 然后呢 呃 他们的二维城市 常常是在被 安装上去的前几个小时 在编译 意思是说 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针对性 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给这个 这个受害者使用 所以就是 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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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小时前 他们的 放进去 然后 那会用一些 正常层次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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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面的 那个 再 再再再 再详细的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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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BUSHR之后 就是 那你下班之后 他们再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他是怕人家发现 所以他们都是在 下班之后 才来做这些事情 好 那但是呢 他们也不是到 呃 百分之百小区呢 他们也是流下很多痕跡 譬如说 因为他们也 然后在那个系统里面装了SISPON 因为他们在做DEPART 我们在做DEPART的工作 然后 呃 忘记抹熟掉一些痕跡 所以导致 呃 研究人员 呃 事件所有人有机会来做调查 好 好 那那下一点 就大家之前讲过 就是那个 SWIT SWIT Mailware 就是他 他把一些 呃 检查都关掉了 好 那PERSIST的方法就是 换人Service Mailware Service 好 再来是 呃 他们会有Keylog 而且Keylog 绕不出来 他其实是加密的 他是加密 那 加密的手法非常厉害 他们 很多很多加密的东西 其实 CASWIT 也不能完全再翻阅 好 然后 他们的使用后门有 Perset 和Epic 都有 两种后门都会有 就是 主动反链 反链 或者是 呃 开个POR让没有链 这两种后门 其实他们都使用 嗯 然后 他们常用POR 都是用4439 就是说 就是4438 443 或者443 这样的POR 然后 呃 啊 然后 呃 这个也会去做Database的修改 Database Transaction 的修改 某处的动作 然后他们会 呃 使用DC PIN HALO 那DC PIN HALO 意思就是说 他们在呃 呃 一个单位里面 一个受害单位里面的 所有电脑后门 不会直接点到他们的中继站 他们都会在 那一个环境里面 架设一台 呃 转继站 转继站 内部的 内部的 那说 受害者内部的一个中继站 那所有其他受害电脑呢 都会先连到这样的电脑的 然后透过这个PCP PIN HALO 再真的 再会 才会连回到 呃 真正的中继站 所以 会有这个技巧产生 所以 呃 银行在 受害单位 在写场对外连线的时候 其实那个连线的 数量不会非常多 不会太明显 所以他们有一个 一个内部 呃 PCP PIN HALO 的机制 好 然后他们 对 他们work late 这是刚刚讲到 就是有在 OBIS R 之后 才开始工作 而且 甚至是在那个 周末的时候 才做 然后有一些 没有问题是有 呃 密码 护的 那没有密码 其实是没办法看到 没办法去做分析的 没有加密 好 然后呢 呃 那个 这个人家会讲 不错 好 所以他们会发现 就是呃 在这些营囊里面发现的 呃 呃 有两次主要 呃 针对那个 呃 两个时间点 就是针对那个 SWEEK的东西程式的 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2016的1月29 一个是2016的2月4号 那 这样的时间点 完完全就稳和 和在孟家营囊里面发现的 呃 SWEEK的 Mailware的时间点 完就稳和 所以他们可以 他们 他们没有把握 我们这个事件 事件事实在 孟家营囊 事件事没有关系 好 那这是 Casperity Lab 整理的一个 就是这些东南亚营囊 攻击的流程 攻击的流程 然后在 呃 2015的 12月 9月到12月之间 其实呃 这些营囊就被入侵了 就被入侵了 然后 一直到 然后中间他就做 中间做了很多 内容渗透的动作 然后直到入侵了 那个 SWEEK SERVER 那 那在那个 呃 2016年的 2月29 这 这有两个 特色 那我提一下就好 那这个在公开办法 其实 其实有 那 第一个 呃 我觉得第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在于 当这间银行通知 资亚查商的时候 就是 这边就是 Casperity Lab Casperity的时候 当他通知完了之后呢 Casperity Lab 介入之后呢 他们在2月的时候通知的时候 他们 这群公司的 立刻就把他们 所有工具通通都杀掉 然后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然后直到4月多 再回来 直到4月多再回来 那是为什么 你想 一般的事件调查 可能进去调查之后 会发现 诶 什么都可能没有找到 或者是没有找到 什么都没有找到 诶 这个事件调查可能就结束了 就离开了 这两个月之后呢 他们又回来了 他们又回来了 那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这群 攻击者 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心 然后只要有人要掉 上台 你就趕快先闪 那第二个呢 是 因为梦想阿里南事件 SWIFT的公司 其实有update过他们程式 加强更多的check 但是呢 在他们程式update之后呢 这群攻击者 又再patch了一次 又根据新的栏体 又再patch了一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很特别的事情 在这整个攻击的流程里面 好 那在攻击手法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anti-prolensic 就是这群人 真的他们技术非常高 就是 那么第一个是他们会 就是这些是防分析的 就是让分析的 让调查的人非常非常不好 不好来做调查 要做追踪 那 第一个是他们真的会很 很会弃东西 第一个是把他轻掉 LOG 轻掉 然后 MFT 这种 那种 record 就是 一般人就不会 不会去清的东西 他们都会清掉 然后 registry 然后整个都会清 然后 他们的 暂存档啊 摄影档啊 什么的 common 他们都会清 prepatch也会清 然后 bebendo 也会清 那基本上 这些帮助的亲王 在做事件调查的时候 真的 就真的没什么好看 真的没什么好看 那 所以他们是 非常高端在这方面 那另外一个手法呢 就是 他们的二役神式呢 很多分析者的二役神式 很多二役神式 其实都是那个 单一支二役神式 但是他们会把二役神式 分散多个元件 然后 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多层次 来 载入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 当分析的人 收集这些二役神式的时候 你如果收集到 这三个档案里面 看你只收集到 一九二两个 其实你就是跑不起来的 而且 它是家里的 你必须收集到三个元件 你才有办法一次做分析 而且他把这些东西 放在不同的任务下面 甚至是不同的机器上 让调查 让调查的人 非常难一次收集到 全部的维神式 来做分析 那这个是在调查过程中 我觉得比较棘手的 比较棘手的 就是怎么入新的 到底怎么进去 到底进去 那 那 因为这 大家比较关心 那到底 他们怎么进去 那第一种公立手法 第一种公立手法就是 这个是发生在 有可能是在那边 那这不确定 但至少是在欧洲的那些银行 然后是招募网站公立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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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部的一个网站上 他挂了一支木马 挂了一支木马 然后挂了一支 二一城市 然后当你连上那些网页的时候 他们进行决定 你连上那网页 那你刚在网页的时候呢 你 你电脑如果弄动的话 他就 你就会 就会被透过browser 然后打进入game 那 Waddenhold的game 确定是 欧洲网站被打进去的 的方式 然后呢 打进去的方式其实也不特别 他就是用一个flash的漏洞 flash的漏洞 打进去的 而且 刚打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flash漏洞 其实不是U2Late 其实不是U2Late 就是只是那个银行 改了一支page 就是flash漏洞而已 所以 他打进去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高分的 但是非常针对性 那 那这也 这也大概说就是 其实很多 但会在page 方面 如果你没有即时跟上 一个重要的page 其实跟上 其实都是被打进来的 的根源 漏洞之一 好 那 就类似这样的script 就是 会插在一些外部网站上面 然后 会带出一些exploring 然后 然后来 来攻击的browser 然后打进你的电脑 好 就类似这样 那 那但是 这一次waterhole 比较特别的人是 在这个waterhole 攻击里面 就是网页挂马 攻击里面 比较特别的是 我要讲 他最特别的就是 他这个网页二亿程式呢 他会检查一个wide list IPwide list 如果你的 如果这是连上来的 那个受害者 是在这个wide list里面 他才会把真正的攻击的payroll 丢给这些外址 意思是 他只锁定 就是他只锁定在清单上的 这些 这些谈点 所以wide list的意思就是 他的目标攻击者 所以 只要在这个wide list上呢 呃 连到这个网页 才会扫办 才会扫办 那这些wide list 大家没想象的 应该就是一些银行 或者银行 那 Caspersky Lab 拿到的wide list呢 其实是包含了 这些区域的银行 这些区域的银行 从 波兰 洛西哥 美国 英国 印度 巴西 多比亚 密尔 还有广电瑞 这些国家的 IP range 才会被打 才会被打 但是呢 我这边的wide list 就Caspersky的wide list 是这样 但是 等一下 的wide list 又更广 有更广 这边没有台湾的IP在里面 但 等一下 我不知道会不会 就看 流头愿不愿意 跟大家讲 好 那 对 至少在Caspersky调查里面 目标已好 没有台湾 所以这边是 这边就沉浸了 我只是想 沉浸了 前 那个 外面新闻讲的 就是 Caspersky发过这个报告之后 很多新闻就讲说 台湾也有银行收败 但 到这边看来 其实是没有台湾银行收败的 直接证据 这些证据 这些目标也不是在这里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会连上来 但是只有 只有在wide list里面的 会 会受到 会受到攻击 好 那另外的角度 其实这个 其实这张图 导致很多媒体误解 那这张图呢 其实是 Caspersky 他们已经放什么 然后他们在 worldwide detection 有这很多的国家 有发现到 这一批 攻击的 相关的位置 城市 那这里面就包含台湾 这里面包含台湾 那 但是呢 经过我跟Caspersky 确认 台湾的IP 其实只是一个东西站 他们不用这个IP 要做很多事情 但这个IP 其实不是银行 那是事实的 我都不知道 只是确认说 它不是银行 是银行的手法者 那这是平衡角度 从Timeline来看 那台湾这个IP Timeline 其实是在2017的3月 所以还蛮新的 蛮新的冲击站 好 那这就是这个 攻击的一些 手法的结论 就是第一步 那这就是攻击的手法 PPP的结论 第一步 通常它就是想办法 打进这个银行 那他们很常用手法 是Wonderful Wonderful 就是网易过满的攻击 那第二种手法 其实是就是东南亚 东南亚那些银行 其实不是被Wonderful打的 那被打的是 它的web server 被打掉 有条web server被打掉 那很奇怪 就说这条web server 从这条web server 也可以渐渐的 连到里面的web server 所以 就是显示这些银行的 设置 他们的server的安排 其实可能有些问题 所以呢 嗯 对 就是东南亚那些银行 是web server被打掉 是第一个点 所以Wonderful 或是web server的漏洞 或其实是 任何其他漏洞 都有可能 那 那就会是第一步 它入境的点 好 那第二步呢 其实他们就会开始说 内容生动 内容生动 了解你的重要server在哪里 然后进一步的提拳 就是可能说 一般人的电脑 提前到管理者的电脑 管理者的电脑 管理者的IT管理者的电脑 然后 装一些keylogger 就开始拿到障碍 那第三步呢 就发现 Untended by重要server在哪里 比如说 Sweet的Messaging的Server Sweet Operator的机器 然后 IT Administrator的系统 在哪里 每一个都 掌控 还有背靠车 好 好 好 那 好 那 那 那 第三步就是 对 鎖定内部的重要server 然后 去做控制 那控制之后呢 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 那 一师傅其实就是 Deploy Sweet 的Mailware 针对Sweet系统的Mailware 然后 然后呢 就是在做page 然后呢 最后就是做转账 大概呢 然后它的模型 流程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其实在 这个在 这不是在公开办法里面没有 不过这个在那个 那个 网络上的 那个 news上面 有一些blown post 那这也是那个 Conscriptive Level的整理 好 最后就是那个 欸 到底是谁干的 那 刚刚讲的他们所谈 那这边就是 接下来就是我要讲 欸 这群攻击者的追踪 他们的 痕迹 到底是指向哪一些的 好 好 那 这边是 一些关联 他们整体的一些关联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有一个 Naralus Naralus 这个族群 那 他们其实已经非常有名了 然后 那 在 孟加拉营囊事件里面 因为很多人在做调查 在做 在做研究 所以 他们把 一些 那些 他们从莫加营囊 2亿城市 有找到一些片段 城市法片段 特别是那些wiper 的城市法 可以比对到 之前的很多事件里面的wiper 就是Naralus 这群人用的wiper 的城市法 都比对不到 那 这个wiper呢 其实 不是外面可以拿到的 这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而且 你可以看到这个wiper 其实不是每一次都长得一样 他是一直在演进的 表示有在开招 所以 这个证据其实是蛮 蛮直接 但是 孟加营囊事件的2亿城市 其实是有关联到 过去Naralus 这群 这群攻击者 对 2亿城市的城市 蛮有评断 那再来呢 在2017年的波兰 银行被攻击的事件 它里面的一些Stream Stream Manware 里面的一些内容 其实 也match到过去 Naralus 这群攻击者 使用的一些 在城市 2亿城市里面的 一些Stream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 这样的跟这些攻击 都有被管理到 这个族群 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个族群 那 Crosbusy 发现的就是 在South East Asia 那个Bank 里面呢 他们也一样发现 类似的 就是 而且不只是城市码片段 他们还发现一些 Archibo的Key 加密的使用的Key 然后一些 PE的Loading的手法 然后 C2的 甚至是C2 就是中心在沟通的 Protocol里面 的协议 的内容 其实都是很类似 都是很类似的 所以 对 所以这些种种事件 通通都是指向这个族群 通通都是指向这个族群 好 那这族群到底是谁 那我们可以 只有我稍微 只是非常嗨 因为我整理一下这个族群 干过的事情 第一个是 他们其实是2009 就 大家就开始发现 他们在活动 早在2009 可能更早之前 然后呢 那曾经做过 针对 在2014的时候 针对Sony Picture Entertainment 就是STE 做东西 但是世界我想很多也知道 就是 他们路线的Sony 然后Sony Picture 然后 把很多的资料 内部的档案 发生了上面 所有的资料 然后 反正通通都 通通都 都搬出来 然后 过去我们的FreeTalk 有讲过 有探访过这个问题 就是 把资料摸出来之后 然后 然后 对 这样被摸除掉了 那么很多档案 就是 这个属于干 那 2013年的时候 有一个大哥首尔事件 那次我每开一个FreeTalk 然后 那次呢 也是这个属于干的 然后那次事件 其实是 他们东西南韩的 三加银 三加电视台 然后 那次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大规模的 破坏性的行动 就是把所有的 这些电脑 半部线电脑 短资料都都躲掉 脑费型上 不能开机 不能开机 所以那次事件也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看这个族群 已经让我们开了三次的FreeTalk 所以这群族群 所以你在这一趟 对 对 我们要感谢他们 好 那这个族群过去 过去有一个特别地方在场 这个族群过去 出名的是在于他们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是他们在做间谍行为 他们在偷资料 他们以偷资料出名 第二个是呢 他们以破坏出名 他们做抹熟资料 抹熟边的资料的动作 然后再来是做E-DOS的攻击 其实 破坏出名 所以 过去他们出名的是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的事情 好 那 这个是NOVETA公司 关于 Sony Picture Entertainment事件 发的报告 就是他 但不过他们立场比较明显的 他们就是一直在讲是 是 是 北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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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向那边 但是 对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 反正就是在追究族群的一个内容 好 那 这边呢 是Caspersky Lab列出来的一些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Swoop事件 不是NAROS 这个 原来这个族群干的 而是 他 这个单位 下面可能有个指单位 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当然是有些差异 那 好 就是NAROS 这个族群 原本来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就是Estimate 那 那 他们做的事情 还有 比如说Backdoor 然后开发 然后 拖资料 做DDoS 就是南南有遭受到好多次的DDoS 东西 就是这个族群 所发起的 然后 内部 然后拖资料 然后还有wipe OK 就是把资料抖出 过去都乱做 但是 似乎是 他们下面有一个指单位 然后 那命名是叫 Blue Norweb Blue Norweb 那 这个单位似乎 就总是 金短犯罪 就是拖钱 然后 算一个Bitcoin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他似乎是不得赚钱 好像是 但是 他们也要开始做 赚钱的事情 然后 他们 成立了一个小 比较小的单位 来做这个事情 好 这边是一个比较 就是这两个族群的比较 一个是 就是 Lauros 原来他们是 其实 Lauros 原来他们 开发的力量 稍微比较强一点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 Code Obsmification 就是把神式码做一些文 然后加密 让你们来分析 但是 就是在Bluenauros 就是Sweet 攻击的世界里面 其实他们很多城市 二、一城市 甚至Sweet The New Way 他们都没有加渴 我们都没有保护 其实是你被直接分析的 好 然后呢 但是呢 呃 似乎是 Bluenauros 这个 这个族群呢 他们更在意的是 从 其实你学到一个基因 就是第一个是 他们 呃 会 就是过去 Nauros 好追踪就是因为 他们常常会把档案 传到二人搜 传到二人搜 但是 这一个新的族群 他们不会搜 他们不搜 就是 有一些差异在 好 好 还有一些差异 比如说 Nauros 他们会驾护别人 读Nauros 其实是 他们没有驾护别人的这个动作 驾护别人 我们等下后面会讲 好 表示是那个 他们程式码 呃 Link的时间 编译的时间 你可以想到说编译 他们程式码开发编译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点 呃 时间区间在于 0到0点到4点之间 不过各位要 然后 然后 呃 呃 其中在1点和8点之间 1点和8点之间 1点和8点之间 那这个 诶 你可以看他整个工作站的凌晨 清展对方 那到底是谁啊 但是可以 各位要注意到 这个时区是UTC 就是 歌音位置时间 UTC 所以你要把它加8加9 大概就是 他的工作时间 就是 他原来的工作时间 所以 你可以 你可以 呃 对 你要说假设 你把它加8加9 那他 他这样的 其实就是 大概我们的 每个人的工作时间 比如说 呃 0点就是8点 或是9点 他如果时间是9点 然后加8时间是0点 假设加9的话 0点就是9点 呃 可以彼此 彼此列 所以 他的工作时间 似乎就是在加8加9 这个驱动 似乎就是在加8加9的驱动 这是 这是技术的证据显示 没有指向在那边转 好 那 这边是 一些 语系 语言的分析 在左边这边 显示 是说 这群人其实 他的英文还不错 还不错 在一些error message 里面 显示的 就是 他的英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很完美的 不是完美的 那就是很正常的英文 那没有一些错误的用 是错误的文法 然后呢 在右边显示的是 嗯 这个才是有个比较怪异的地方 就是他的 procure 设定 其实 他的区域 设定 呃 语系设定 其实是在用英文的设定 但是 偏偏在resource 里面有些区段 还是韩文的设定 还是韩文的设定 就是这个 core page 就是那个1042 1042 1042 其实是韩文的设定 好 所以 这是他们在一个怪异的地方 那 这个有人推测来 推测可能是 他比如 使用的是 呃 韩国的作业系统 但是他们改换 他把设定改成英文的作业系统 他改成英文作业系统 可是他里面很多 引用到resource 或是resource 一些月额的使用 会导致这种状况发生 就是他们很多 resource 其实还是韩文的 然后 所以会导致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 那另外一个更神奇的 更有趣 然后这个也是 就是 似乎是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比较 有趣的地方 这是很容易被忽略 好 他们发现在城市里面 21城市里面的 那个 description的 内容里面 发现 比如说这个 Microsoft Windows 然后 Aberting System 然后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这个地方 其实 其实本来应该是 有一些copyright 一个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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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圈圈在那边 那这个圈圈呢 偏偏要显示出来 是多少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正常来说 这个C 它的unicode 其实是A900 那这个R呢 是A100 可是他里面 你去看的话 他里面其实显示的是A800CF00 然后R是A2001700 不是unicode的那个塔和C 所以导致产生ロード 好然后呢 他分析一下 他发现原来韩文语系里面的R跟C C呢 韩文那边上的C呢是A8CM 然后R是A2E7 就刚好符合了那个RUN里面的那两个C 所以表示呢 他这个神是克能真的是从韩文改过来的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RUN的产生 所以这是可能输入掉 所以他们这个证据也只想 这个开花的可能他使用的是韩文 好那这个Mostware的意思就是 他们想要嫁祸的黑人 然后就是像左边 脖子不要的等下应该会有更多的解释 因为毕竟他本身是俄罗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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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那 那不用懂俄文 那左边呢其实巨大的说法 其实是很完美的俄文 但这个是不是 就是从ExploitKey里面拿来的 但是在右边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一个帮奇报道 然后Google翻译翻译出来的俄文 他想要 是不是想要嫁祸 而且他使用的是Enigma的Protection 那这Protection呢 其实是俄罗斯那边的一个加格的程式 所以总统这些迹象呢 似乎是他想要把这个 这一个程式呢 嫁祸给俄罗斯的攻击者 有这个他们有这个手法 好那再来是 有一个证据显示 这群人呢 其实他们有一些疏忽 就是他们从一个 在一个欧洲的 他们在做一个视线调查的过程中 从一个欧洲的中期站 然后到了Web server Web server log 然后呢在当 这个Web server 在一开始最早跑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连上的ID 是一个北南ID 只有北南ID 175.45. 对多少 但是IP是北南ID 好像是 从北南连上的ID 在做测试 这是 就是在Log里面发现 但是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北南IP连上 可能是一个疏忽 可能是一个疏忽 那 那这边其实是整理 就是连上 那个中期站去 好像是开包子的ID 我们包含了 一个北南的 一个香港的 一个在西班牙 还有一个在波兰的银行 直接连线 好 那 好 结论 差不多 时间差不多 好 结论 第一个是 对 我今天要神经的就是 目前还没有证据 显示 台湾有病毒受害 没有证据显示 台湾有病毒受害 这是第一个 我想要讲 那台湾其实有中期站 没有被 有这群攻击者的 使用的攻击站 那这是确定的 但是 还没有人受害 的证据 好 再来是 Swift 他们表示 就是 Swift Network 他们没有证据看到 看到Swift Network 其实是被 被控制 被证据 那 Swift 一切都在正常的硬作当中 而且是安全的 这是根据Swift的说法 然后但是呢 他们说 每一个Swift的customer 就是这些银行 必须要 注责 对他们的 环境里面 保护他们的 local environment 因为他们的local environment 其实是 可以access到Swift 所以 Swift 他们会加强更多的 检查机制 然后这些大量 转账的 检查 然后还有碰碰 但是呢 呃 银行 还是要有 必须要对 这样的事情来负责任 好 那另外一个 另外几个看法 就是 第一个是 这个攻击 族群呢 这次攻击行动呢 是非常非常高度的 针对性 就是针对银行 然后呢 就是要做 Swift转账的动作 那 他们呢 也非常非常的了解 Swift的运作 非常了解 Swift的运作 那 了解到整个Swift的检查机制 到城市的page 动态的page 系列的page 檔案的page 都有办法做到 那所以是 花了很多时间 在了解Swift 那再来 看这个族群的目标和任务 也非常明确 那可能是一个特殊编组 还针对金融的目标 那他这次任务就很明显 你看他同个时间内 打很多银行 而且打完这些银行 通通通要做的事情就是爽账 就是赚钱 所以 对 这个 这次行动是很特殊的 就是他就是要干这些事情 那在这个族群呢 有强大 非常强大的开发能力 非常强大的开发能力 你可以看到 他们一直持续不断的 在变更他们的程式 修改他们的程式 重新编译他的程式 然后在程式码里面 再加上一些花指令 来避免侦测 然后一直变化 一直重新卑弈 然后甚至丢到网友 去测试 就表示他们 就是有一群人 一直在开发 一直在开发 然后一直在躲避 然后再来是他们的底调 我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 当他们的方向也在调查 有人在调查的时候呢 他宁愿先消失 先去把东西砍掉 他先躲起 等刚调查结束了 就出来 所以非常低调 善于隐藏 然后再来是还会伪装 还会把东西推给别人 教会给别人 然后呢 最后一个 我觉得最 这是让 我觉得至少对我们研究人员来说 最特别最特别 其实就是过去 这种国家支持的攻击 好像大部分都只是在拖资料 或是在做一些网路恐攻 或者是在做一些 针对破坏性的动作 那真的过去真的没有看过 那种国家支持 因为国家支持的攻击 通常代表他有充足的资源 后面有人会提供他资源 来做这样的准备和挪击 但是 怎么会国家支持的攻击 跑来金融犯罪人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好奇的 非常非常好奇的 那也是觉得 这是我们接下来 可以可以持续去追踪 和了解的重点 好 那我的演讲大概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TD 直播的时候 直播的时候 保险 现场也没赚到 那这次的攻击里面 实际上大家都在推测 是不是北投金小胖所干的 那在这城市里面还有 这个写犯实际上 这个快选人实际上很聪明 他是要放了一些特别的字串 尤其放了一段俄文在城市里面 想要把这个责任栽赃 交给俄罗斯人 所以下一场俄罗斯人 就会亲自上改 成绩 并不是他们所做的 我们休息 20分钟 外面有点心跟茶点 然后 我们要感谢一下 这次教育部跟科技部的支持 然后我们的李瑞士 这次刚刚也立临我们的会场 我要谢谢各位长官 这次还有我们的长官就是立临 谢谢大家 谢谢